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我是阿三 最近中国男男在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 暴能打败的对手获得了首场胜利 也让我们的队员为之振奋 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 重新燃起我们接下来直通巴黎奥运会的希望 尽管日本队在最近呢也取得了胜利 但中国男男接下来呢 依旧有机会能够冲击这一次的好名次好成绩 而且就在最近在我们拿到首胜之后呢 我们又收获了另外一个重磅的好消息 有利于我们接下来打败菲律宾男男获得两年胜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以及中国男男接下来有多大的机会 能够进入巴黎奥运会 在视频开始前辛苦大家 上按底下的关注和点赞按钮 让更多关注中国男男的熊蜜看到 谢谢大家 首先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面对安哥拉男男这场比赛 中国男男的一个表现 对比此前三场小组赛的一个状态呢 完全不一样 大家变得敢打敢拼 而且各方面的战术配合都非常的不错 这一方面得益于乔帅的战术临时调整 另外一方面呢 也得益于胡金秋这几个球员 在场上的一个拼搏态度 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个表现呢 是值得肯定的 那么在这一次帮助中国男男获得胜利之后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男男 接下来的真诚而言呢 我们收获了另外一个惊喜和好消息 那就是我们有几个核心球员的一个斗志彻底燃起来了 状态不断的回暖 以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 后续拿下菲律宾呢 根本没有太多的问题 目前来看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本场比赛 中国男男呢 有四位球员得分上双 那么其中胡金秋拿下全场最高的20分 李卡尔贡献17分 七个篮板 四次助攻 而胡明轩呢 也有16分进账 这三大核心呢 无疑奠定了我们后续两年胜的基础 这对于我们中国男男而言呢 应该是冲击奥运会 奥运会门票的双重惊喜 对于乔帅来说 也是一个十分振奋的消息 毕竟大家很清楚呢 在此前三场小组赛呢 中国男男确实是一蹶不振 连我们既以厚望的李卡尔呢 也被队员传染了时好时坏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乔帅也被吓得不轻 一直在场边擦汗 他也非常的无奈 一旦中国男男的一个成绩非常糟糕 后续呢距离他下课的日程呢 恐怕也是越来越临近 所以乔帅从内心里面 肯定也希望中国男男 能够拿到更好的成绩 还好呢 在本场比赛 这帮队员都非常的争气 所以说实话 这一次我们打败安格拉男男 拿到首场胜利之后呢 那么以这样的状态 继续征战第二场 比赛面对菲律宾这个对手呢 我们完全有实力 也有信心 拿下这个东道组 获得两年胜 一旦中国男男能够确保 我们拿下两场排位赛的胜利之后呢 那么接下来啊 我们就能够重新回到这个竞争 奥运会门票的舞台上 尽管目前日本队对比 中国男男呢 稍微有优势 但我们呢 依旧有很大的一个希望呢 能够拿到巴黎奥运会的门票 按照目前的形势来看呢 接下来如果福德角呢 能够大比分打败日本男男 而芬兰以及南苏丹 都能够拿下各自的小组对手 中国男男将可以直接超越日本队 拿到奥运会的门票 尽管说要实现这集中情况呢 那么确实肯定也会有一定的难度 但起码我们不像此前一样 三场小组赛惨败之后呢 让人看不到希望 现在我们还能够看到前景呢 是一片光明的 我们呢 其实也不妨呢 给中国男男送上最好的祝福 期待他们能够在菲律宾创造奇迹 好了 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天 拜拜